不过呢在比赛当中首先登场亮相的将是中国女队 中国女队将会在明天上午出战女团的预赛 说到出征本届世锦赛的中国女队可以说是小鬼当家了 队伍当中的姚金南和谭思欣都只有16岁都是首次参加世锦赛 不过这两个小丫头要是论实力的话已经是绝对的主力了 这是今年年初在德国举行的体操世界杯系列赛 这战比赛也是姚金南和谭思欣首次参加的国际赛事 谭思欣收获了一枚自由操的银牌 而姚金南一举夺得了自由操高低杠和平衡木三枚金牌 中国体操队不断地派两位新秀参赛 为的是让他们可以从更多的大赛中收获经验 一年的时间谭思欣和姚金南两位全能型选手 已经成为中国体操女队的绝对主力 姚金南就是自身条件比较好的 可以说是在我们整个中国女队里面条件最好的一位 然后也比较聪明吧 很多动作都容易学就会了 而且她现在在我们女队里面 基本上每个项目都是难度最大的吧 我觉得谭思欣协调性比较好 但而且也不容易受伤 我呢虽然能力强 但是一不注意就容易受伤 东京的世界体操锦标赛 中国女队将与美国队和俄罗斯队争夺女团的冠军 两员小将在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们在试锦赛的首次亮相值得期待 的确小将的迅速成长 带给了中国体操女队新的气息 但是在老将当中呢 何可欣却是经历了她并不顺利的2011年 如果说以往 这位高低杠公主是信心满满的奔赴赛场 那今年的她对自己却有了一份怀疑 李亚空帆绝对是何可欣的独门绝技 凭借这个惊险的动作以及高难度的编排 在去年荷兰试锦赛之前 何可欣还从来没有丢掉过这枚高低杠的金牌 然而去年的试锦赛 何可欣遭遇了出道以来的首次打击 这样的失误终结了她战无不胜的夺冠纪录 当然何可欣今天出现问题很可惜很遗憾 但是未必不是好事 因为何可欣出道以后一直很顺利 没有受到过任何挫折 这次受一下挫折 对她自己来说 心理上我想不会说因为她这次失误 她就会胆怯 反而会激发她训练的热情 训练的更有针对性 我想这个对何可欣 对我们教练组都提了一个很好的心 其实去年去世锦赛的状态还挺好的 要比今年好多了 然后但是可能由于决态的时候吧 真的挺想要的 然后就出现意外了 今年开始何可欣更是陷入了低潮期 身体的发育小伤的困扰 让曾经的高低杠公主有些力不从心 就是练几天肯定就跟不上那些小的 就是虽然说自己可能在这里面不算最大的 但是就是一发育以后练的还是挺费劲的 何可欣目前在高低杠上的优势不如以前明显了 但是难度依旧在国际上数一数二 现在何可欣遇到的最大麻烦 其实不是发育而是自信心 信心可能还是会有 不会是全部没有 但是不会像小时候那样 像是特猛的小老虎那样 真的是什么都不怕的那一种 就去比了 特别希望今年就是个过渡期 因为今年确实挺不顺的 然后就希望明年会好一点 对于女团的比赛来说 中国 美国和俄罗斯是三足鼎立 就看这三支队伍 谁的心脑结合做得最好了 旋店始终是观看比赛的最大亮点 随着比赛的深入 也可以看看您的预测是否和谜底一样 好 体育世界我们稍后继续 好的